的主持人 然后呢 在远一个什么 一个那天船长 有没有 在远这个罗宾孙 流浪记 漂流记 远罗宾孙 他远什么就像什么 了解的 请去看一下 yes yes 为什么人家这样厉害 可以远什么像什么呢 为什么有的人 只能远某种角色呢 原因就是因为 他很会 捉摸和去推 什么 那个字叫什么推敲 不是推敲叫什么 去拿捏 对不对 去捉 捉摩杀 那个叫捉摩杀 这样子去 研究成为那一个人 尤其是他最厉害是远什么 远真实的人物 因为真实 你就要看他的纪录片 你要去读他的传记 你要去研究 他的整个历史的故事 和生活习惯到晚 同意的去看一下 yes yes 如果是一个虚构人物的话呢 他只需要从凭空想象 说什么东西最容易远的 要知道吗 要知道请继续一下 yes ok 远鬼最容易远的 因为没有人看过 谢谢 agree 所以说各位 这个Avatar是非常重要的 一个可以改变你的收入 的一个世界 的一个策略 的世界级策略 我们来看 文案不是凭空出现 销售稿 不是凭空出现 我现在介绍你 你们的新的Avatar 你的新的Avatar 是你的新好朋友 他名字叫Fred 各位来 请欢迎他 给他掌声一下 每次讲Fred Fred FRED 打下去 Fred 打下去 Fred Fred代表什么 第一个 你的理想客户的代表人物 今天假如你是Tom Hanks 还是你是一个 很厉害的 像刘青云 这样子的远远 有没有 像刘青云远什么像什么的 对不对 刘德华也是开始 也是他也是远什么像什么 郭富城以前只是一个偶像派 他现在也是远什么像什么 同意举手看一下 来 影帝嘛 这些都是影帝来的嘛 这些香港的影帝 台湾的影帝 他们远什么像什么 中国的影帝 那些 为什么呢 影帝影后 为什么远什么像什么呢 因为他们选择 首先 先了解 这个角色 他扮演的角色 这个Avatar的想法 他使用的词语 他用什么语言来讲话 而且呢 他会用什么 本身他如何表达他的想法 而且他在想什么才会买 他在想什么才会买 明白为事吗 看得到我吗 他在想什么才会买 然后呢 他本身 他的兴趣是什么 他目前还有没有其他的选择 各位 我的声音清楚的话 打一号一下 如果不清楚 我要打二号一下 好 OK 大多数人都清楚 谢谢 给他掌声一下 好 Thank you 表演一下 Loud and Chris 谢谢 各位 所以你使用的词 他使用什么 语言 他最常用的口头禅是什么 OK 好 比如说如果是一个典型的 中小生的老板会讲 在福建话里面 在我们的 里马学会讲 Joga si kun po yi 听过吗 Joga si kun po yi 然后Joga si kun po yi 就是有得做没有得休息 到最后 OK 完全没有人生乐趣 就是做到 有时候都自己都不想做 都想放弃 有没有 做到累到半死 有没有 还有一些什么 被员工牵着壁纸走 对不对 yes or no 这些都是 这些字眼 都不是我用的字眼 这些字眼是 我的 Avatar他们在用的字眼 我只要知道 没有这些字眼 跟他们聊天 跟他们聊天的过程中 我听他们在用什么词 他们怎样子表达 他们的想法 他们用什么方式 来表达他们的想法 接下来 我们讲的是 他们在想什么 他们目前在想些什么 记得吗 昨天讲过 谁能够进入 Google脑袋里面 已经有了的 那个对话 你就能够 说服着Google 相信你 你有他要的答案 yes or no Robert Correa 记得的 请取手看一下 yes ok好 所以说 同学们 只有 不记得 Avatar请取手看一下 来 为什么 因为我们教东西 蛮多 所以说 注意 这句话 很重要 进入他的想法里面 他的世界里面 知道他在想些什么 他的兴趣是什么 他有什么选择 这就是 他今天除了考译你之外 他有什么选择 为什么他 一定要选择你 这个就是你的Avatar 那么呢 如何定义你的Avatar 我们有 三个层次的定义 第一个 我们讲 独特市场 独特市场就是 Niche Market 就是你的 Niche Market 你的独特市场 但是你的Niche Market里面 还可以再细分的 举一个例子 我们讲保健 保健是属于 是属于哪一个 是属于我们的 Health Market 是属于健康的Market 我们有三个主流市场 By the way 这是在我们下一次的 GETMO里面 我们再细分给你看 我们把它变成一个 12个月的一个 一个 补习班 12个月的辅导班 好不好 这样子 好的话给大家一个掌声 你看 三个主流市场 第一个是赚钱的市场 财富市场 对不对 第二个呢 就是属于 这个健康的市场 第三个市场 是属于我们的 关系市场 关系的市场 只有这三个市场 三个主大 三个主流市场 剩下的都是从 这三个市场里面 分出来的 比如说保健 保健是在哪里 答案是在 健康 健康里面 还可以分什么 独特市场里面的 健康市场里面 你做哪一个 保健里面的哪一个 保健里面的 保健品 哪一种保健品 所以说这个就是他里面的 子的领域 那保健品里面 还可以再分更为观 micro micro market 为观的市场 就像昨天我们的Dr Tan分享的 细胞 细胞能量 细胞修复 有没有DNA 对不起 是DNA 基因 OK 基因修复 所以说这个 就是在于 更细的 所以你要怎样 分析 你的市场 在哪里先 那么 如何定义我们的Avatar 什么叫FRED 来各位 FRED 第一个F叫什么 Fear 恐惧 这位先生叫FRED 可是这位小姐叫FRED 他到底害怕些什么 第二个 他目前想要看到什么的 result 各位叫什么 round 写下去 结果 他要什么样的结果 一边写一边自己重复 跟着我重复 第三个叫什么 expectation 请写下去 期望 请重复 expectation 期望 请跟着我重复 所以到最后你知道谁学最多吗 是我 因为我一边讲 一边写 又一边重复给你听 知道吗 要不要给我掌声一下 除非你也跟着我一起做这个动作 来 D是什么 Desire D叫什么 Desire 华语叫着 语望 写下去 然后跟着我重复 Desire 语望 这是叫FRED 请把它 分析出来 你的客户 目前在 害怕些什么 他想要看到什么结果 他有什么样的期望 他有什么样的desire 请带我出来先 OK 这个叫FRED 各位 有like it 喜欢的话给他一个掌声 现在各位 我们要运用一些想象力 我要你想象 各位 请注意听 要工作时间到了 请在你的讲义上 如何定义我们的 Avatar 继续 请开 第一个 我们如何定义 如何定义我们的Avatar 第一个 就是 首先 他们是什么人 请想象 你最想做的那一群客户 找出其中一位代表人物 我不知道你的客户 最好的是谁 但是 你自己决定 你最想做的客户 是哪一种客户 从中里面找出一个代表的人物 请回答这个问题 我给你半分钟时间 他们是什么人 他们是什么人 请形容 一分钟 没有半分钟 请开始 小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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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y 非常好 第二个问题 同样的这个人 这位代表人录 他们是谁 半分钟 请开始 OK 他们是什么人 他们是谁 你的最好的那个代表人物 接下来 这位真实的客户啊 顾客 就非你完全一个顾客的还没有 否则 这个真实的顾客叫什么名字 不要再想象我最好的顾客 最support我们的 OK 最长期support的 他为什么要support我们 他名字叫什么 我在想着 我就有浮现好几个名字 我选一个 就是那个代表人物 他们叫什么名字 如果你完全没有名字 你就给他一个名字 因为通常你的直觉 你的第六感是准确的 OK 明白再举手看一下 yes 30秒请开始 他可以是印度人啊 他可以是不同种族的人啊 ok 接下来 他们长得什么样子 How do they look like 但是我们讲他们那时候 我们在讲这一个人吧 这个人 叫什么名字 他的样子长得怎样 所以每次我们在做marketing的时候 我们都会把那个照片 放在我们的电脑前面 或者是在我们的桌子前面 然后呢 想象正在写着给他 好像写情信这样 你们知道你们以前 小时候有看过戏吗 还是年轻时候 曾经做过这样的动作吗 你写给你一个情人有没有 你写一封情信给他 或者是你send一个 you know你的情 你的情书给他有没有 你type一个情书给他 ok send message给他 那么你是不是一边在想着在写的时候 都是在想象着这个人对吗 有吗 可以想象得到吗 想象得到举手看一下 yes 所以你在写着各位请注意听啊 你在写着情书 比如说今天 你要说服一个investor 你在想着这个investor 这个投资者是谁 然后呢 他现在目前 ok 是怎么样的状态 但是我们会想象 我们是专门写给这个人 比如说今天要写给马云的话 举一个例子 你要写给马云的话 你要把马云的脸 贴在你的桌子前面 你才能够写到你的那个整个 那个建议书有没有 那个生意商业计划书 oposer给马云 如果你要写给 比尔盖茨的话 那你想象比尔盖茨有没有 总之你想要写给谁 你就要想象那一个人 在你的前面 最好的方法就是 把他的照片 放在你的面前 然后再写 这就是写销售稿的 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秘诀 因为你写出来就很准 ok 但是你一定要很了解这个人 好 那我们来看 你们的答案 30秒 请开始 i am the tiger the fire dancing through the fire cause i am the champion and you're gonna hear me roar louder louder than the lion cause i am the champion and you're gonna hear me roar 来大家给自己热烈掌声一下 鼓励别人也是鼓励自己 来掌声响起来 各位请勤急 各位请看 next 人们买他们想要的 而不是他们需要的 这就要什么意思 很多时候 其中一个我们看到做销售 或是做广告 还是做开发市场的人 最大的挑战在哪里呢 就是他们在卖的是 他们认为顾客需要的 可是人们不是买他需要 人们买他想要 所以你身上有很多东西 其实是你不需要的 你的身边 你的家里有很多东西 其实是你不需要的 只是因为你想要而买 举一个例子 一个人只有一双脚 可是你有提双鞋 各位 同意的几手看一下 yes yes 很多东西是不是你需要的 是因为你想要 当你卖需要的时候呢 你一定卖得很辛苦 因为需要是逻辑来的 我都不需要 你需要赚钱吗 需要 可是为什么你不投资上课呢 为什么你不投资在脑袋呢 因为你还不想要 为什么不想要 因为还没有被刺激到 明白几手看一下 yes 当你被刺激到 你不是ok了咯 同意的话 给他一个掌声一下 需要跟想要是两回事嘛 对不对 你卖需要 你就完了 想要是怎么做的 想要就是 这一位 Avatar 这位代表人物 他目前 想过去哪里 所以不要去改变一个 目前没有那个欲望的人 因为叫人家改变 是非常痛苦的 除非他自己觉得说 这是他自己想要的 所以你可以选择那些想要的人 然后给他他想要的东西 而不是叫他去做他需要的东西 我不知道你们想要什么 你干嘛在这个场里面现在 你干嘛在这边学习 你干嘛在这边上课 干嘛你投资你的时间 干嘛你来 上一个训练 因为你需要 没有啦 因为你可能有一个目标 你要完成 或者是你遇到挑战 你过不去 听得懂我去说一下 Yes Right Again 然后你已经卡着了 不能做更好 所以说你想要 追得上别人 你想要追得起 追得到你的同行 你想要追得到你的竞争对手 你想要自己本身 应该不只是做这种地步吧 还可以做更好吧 Yes or No Right Yes 同意吗 这同意的话 麻烦带能量举手一下 Say Yes Yes 好谢谢 所以在这边里面 我们要先知道 这位代表人物 刚才你所写出来的名字的 这个人 他遇到什么难题 各位 他遇到什么难题 第二 他目前有什么东西 是无法解答的 他遇到什么疑问 无法解答的疑问 然后他目前遇到 什么样的障碍 什么东西正在阻碍着他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 他目前遇到什么阻碍 而有他想要得到什么结果 最后一个 他想要得到什么结果 所以在这方面 你的文案是什么呢 你的文案就是那一个桥梁 你的讯息 不是你的产品啊 你的讯息 让他过去那边 可以看到他要得到的结果 这是他想要的 不是他需要的 而你通过你的销售文案 帮我带出来先 那各位 准备好做活动了没有 准备好的话 给自己一个 五秒钟的一个能量一下 进入状态 怎么知道你的Avatar 怎样子了解你的Avatar 了解你的代表人物 最好的方法是什么 现场互动 现场互动就是 直接跟他交流 了解的举手一下 Yes 亲自由他告诉你 因为你不是你的顾客 因为你不是你的顾客 你不知道你的顾客 真正心里面想要什么 举个例子那天 我们在做一个Facebook Live的时候 我们在做一个Facebook Live的时候呢 我们做一个Webinar 然后呢 结果呢 就闷死了整个厂的人 你要不要知道为什么 因为有一位同学呢 他是做这个汽车销售的 汽车的零件销售 我们叫Car Accessory OK 汽车装备的 然后呢 我们两个就聊起聊起 就聊到他其中一个最好卖 就是Car Entertainment 然后呢 就讲到一辆车叫Velfire 然后刚好 我是叫Velfire的 OK 我本身 有叫Velfire 我就跟他聊说 那你知道我们做Velfire的人 最统用什么 因为他没有叫Velfire 他只是知道 OK 那个是什么 那四个是什么 问题障碍阻碍 等一下你会做活动 别担心 OK 请看 同学们请帮他 如果在Chat里面 你们自己帮帮他 OK 谢谢 请注意听 在这里 Focus 因为他本身 如果他没有叫过Velfire 也不是叫Velfire 他不知道Velfire有什么问题 结果我就跟他聊了起来 然后其他的同学呢 现场的其他同学跟朋友呢 因为他们就听不到 听不明白 我到底在讲什么 因为他们不是那个Avatar 所以说 慢慢的就看到很多人开始 有点闷了 明白我的意思 就举手看一下 可是如果你是驾Avatar 你是驾Velfire的 一定知道几个问题是很头痛的 第一个问题就是 他的音响是收不到FM的 他需要另外一个booster 第二个东西呢 就是本身 他因为高嘛 他如果没有做一个 balancing在下面的一个 一个东西叫 stabilizer 我不知道他叫什么东西 一个 一种bar来的 一种铁条来的 是我们以前 一位坐汽车的同学 特地送我的 然后他讲 装了之后 你的车就不会忘了 understand 所以他就跟他讲说 这些是我们想要的东西 可是因为 只有当事人才会知道 他遇到什么样的挑战 举一个例子 我再讲 let's say说 你要卖给MaiV的车主 你是卖MaiV的car accessory 可是如果你不知道 MaiV的车主 你本身 因为你没有叫MaiV 你怎么会知道 MaiV的车主 想要些什么呢 同意的去看下 yes 他说第一个问题 就是做现场的互动 请看 现场互动 第二个问你自己 第三个 去看他们的论坛里面 到底他们在问些什么问题 或者是 问你的customer support 问你的customer support 到底 顾客最常常问的问题 在哪一些 frequent ask questions 常常遇到的挑战或问题 去看 同样的行业里面 或是同样的品类里面 什么是哪一些热门产品 正在好卖着的 或者是 去上网 去google 还是去百度 去看那些问答平台 问答平台 Q&A 或者是你本身做一个调研 做一个调查 OK 然后呢 做一个社交媒体的 网站 听得懂的 请求看一下 社交媒体网站 就是说去Facebook 去看 找 每天 找五个Facebook group出来 或者是Facebook的 Fans page 看 在 下面的 comment那边 人家在问这些什么 那些post 他在谈些什么 了解一下 看一下 这个非常重要 你想不想有更多流量 其实有秘诀的 OK 这个秘诀 请注意听啊 这个秘诀就是 每一天都去找 那些超过有十万个粉丝的 十万粉丝的 Facebook group 那些 你举个例子 你是做宠物的 你就看那些猫狗的 有没有 宠物的 里面的那个群族 加入他们 然后在那边互动 每天花一个 25到30分钟 专门做这个互动 而 找这些 有超过 十万个 Followers的 这些Followers就是 有那些追随者的 去看里面的互动 很快的 你就有 一百万的名单 听到东西 说一下 Yes 我以为你要给大家掌声一下 OK 好 让我们暂时 停在这边先 各位 准备好了没有 请把我带出来 好 我们怎样子 做这个东西呢 现在开始做功课了 这功课是这样子的 现在 我们要做回答 总共有四个 功课 这四个功课呢 就由你们 来回答 写下你的flat的两个问题 写下你的flat的两个问题 我给你们 我给你们 30秒的时间 各位 30秒 现在开始 写下你的flat的两个问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然后写下你的flat 现在心中里面想要解答的两个疑问 三十秒 三十秒 请开始 i know you